我沒有說這個東西不好 但你不用一直告訴我說 總統也打 部長妻兒也打 不是部長 是部長妻兒 四個字 部長妻兒也打 然後就很讚 可是你只有72萬人打 觀眾朋友 全世界有183國家打AZ 而且歐洲特別多 歐洲到美國的旅客 也算是美國的大宗 他不可能不考慮這款疫苗 但是如果他是不是被認證的 我就不要了 所以今天他會去考慮這個疫苗 除了第一個施打的人數 所帶來的壓力之外 還有國家比183國 人數幾十億人 然後他有被WHO認證 反過來高端多少國家打過 一個 人數72萬 各位網友 全世界有70億人 只有72萬人打過的其中一款 美國沒看過的疫苗 然後你說我開放要讓你去了 你覺得會嗎 你覺得他急著去認證這個嗎 根本不是他要處理的問題 Not my issue 不關我的事 所以這種時候 應該負責任的講 打高端你可以像四叉貓一樣 驗了好幾次以後 突然這個抗體濃度變高了 我很有信心 我人也長高了 我更有自信了 我連考試都可以100分了 沒問題 但是在台灣自信滿滿沒問題 到了國外要去美國入境 不行 要去日本要簡短隔離 不行 你要講清楚 而不是一天大跟長說 總統也打了 副總統也打了 部長契爾也打了 然後這個數字 我們攝影大哥再拍一次 你就卡在那裡 台灣2350萬人 只有72萬人肯打第一劑 過去這幾天的 我要先跟大家講清楚 因為過去這幾天 不是說沒有疫苗 他有疫苗 可是他就沒有人要走進去打 我們已經封肩完成了94萬 現在只打到72萬 第二劑打到2萬多 所以表示我們只打了75萬多 還有19萬 除了這個 因為導播是把它直接 炒高端比高端 我把所有的疫苗拿出來 看大家就看得出來 有沒有看到 BNT因為來了以後 可以給學生打 你看BNT9月28 教室前那一天打多少人 23萬 所以有多少 他在打多少 因為大家急著打 你今天如果說開放全團 當然高端沒有給學生打 是一回事 我告訴你20到40歲的人 現在有沒有幾百萬人 想要打疫苗 有 所以你今天的疫苗打不掉 這不是我說我要去吐槽高端 我也沒有對高端有什麼惡感 或是怎麼樣去跟他講 你願意打的人還是有70幾萬 但是我講清楚了 願意打高端的有70幾萬人 真的有70幾萬 不是7個 也不是7千 也不是7萬 是7個 不少 可是也就70幾萬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你上不去了 你明明有疫苗 已經沒有人願意去打D劑 現在還有很多人D劑沒有打 尤其是40到20歲的這個族群 我D劑沒打 然後我前兩天預約BNT的殘劑 殘劑都很難約 而且殘劑剩得不多 你還沒有打對不對 BNT好強 很強很強 他們直接醫生就跟我說缺針 對 所以其實國際認證疫苗 現在是等不到 或者是你要排 排不到 排不到 高端現在有沒有疫苗 有跟你講 你算 你現在打了75萬多 我們有94萬 所以還有18 19萬 所以照理講的話 我們應該一天打10萬的高端 才對 沒有 一天只打了475個人 這就是重點 後續 後續我相信這72萬3000多人 他可能補第二劑 最後也會達到的時候 也有那麼多人打第二劑 這是個理想狀況 但是我要講一個但是 會不會到最後半年以後 等到2020年我們再回頭來看 第一劑的人也還是70幾萬 可能變78或79 就多那些人而已 然後我不是開玩笑 因為BNT來了 莫德納我們又加滿了3600萬 所以我們現在國際秒充足的情況之下 你以為這個會變成 現在是72萬 然後半年後變700萬嗎 不會的 已經定數了 定數了 因為他的疫苗放在那邊 已經放了 已經一個月了 從823開放 蔡總統打到現在已經一個月又 一個月又一個禮拜 已經5週了 就是同一批的第二劑他都打了 他那個東西就一直放在那上面 你每次一走進去 他就 available在那邊 他是可以備用的東西 他沒有人要用了 所以到最後他就會卡在那邊 好 那問題來了 第二劑現在目前 28000人打對不對 會不會半年以後 我再繼續坐到這邊 再跟千惠談的時候 發現說只打到50萬而已 有20萬人浪槓了 明明70萬人打了第一劑 可是只有50萬人打第二劑 還有20幾萬人說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那代表什麼 三個字叫沒信心 那是誰讓大家對高端沒有信心 其實就是陳志忠部長 這樣的言行 你根本不需要用什麼 我的氣額也打什麼的這樣 沒有意義 因為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陳志忠部長你的氣額打什麼疫苗 不是大家參考的點 本來還猶豫 一聽到說你的氣額打 衝啊 今天一刀 共產黨人騎出來 不會的 Come on 不會的 台灣那種 當時做民調說要打高多人 遠遠超過200萬人 結果根本就是連100萬都沒有 這就是現實 現實就在於 沙漠中沒有水的話 我們網路節目稍微比較直接一點 真的沒辦法 我已經一個禮拜沒喝水了 自己的尿也喝了 沒辦法 為了活下去 現在因為已經有疫苗了 已經有高 已經有BNT 有莫德納的 還有AZ 你真的覺得他的速度會往上走嗎 我覺得不會 所以剛剛一開始我們起程轉合 我們漂亮的主持人千惠卡了一下 我告訴你 高端也卡了 就是這70幾萬 他卡住了 他沒有辦法往上走了 只會有其他去補第二劑的 第一劑基本上 已經都每天是數十 數百這樣在打 再打半年也不會超過100萬 我們台灣就只會有100萬人打高端 好 再把我剛剛講的那句 再重複一次 全世界183國家打AZ 只有一個國家打高端 那是183比1 全世界數億 我現在確實數字我不太確定 但是應該已經超過10億了 打AZ 但是全世界只有70幾萬人打高端 你說這樣子 它是個雙重困難 第一重困難是 你沒有被WHO認證 第二重困難是你的那個基礎 你的影響力 大家看你 看你沒有 70幾萬人打的疫苗而已 全世界哪個國家會特別為了他 去開會說會不會要通過他 那個基礎太小了 如果是7億人打過的疫苗 我就不能忽視他 因為隨時可能 進來的旅客10個人 就有一個打過 這是一個大場很多人打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因為太少人選擇打高端 因為他在世界沒有被那麼的 就是會有相關的出入境的時候 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自然就會被隱藏下去 所以日本 10月明天開始的縮短 就隔離期 14天 我要講清楚 日本是這樣 明天開始只要有打他們 所認真的疫苗 特別是AZ BNT AZ本來還沒有 因為日本本來不打AZ 就莫德納跟BNT 打完兩劑的人 一進到日本他還是要10天隔離 可是就不用14天了 縮短4天 美國是下下個月11月 那也快了 剩30幾天而已 沒有打完兩劑的人就不能去了 像我是沒有要去美國的需求 蔡總統他會有 他有外交泡泡 他如果要去怎麼辦對不對 好 我就跟大家講 這是殘酷的問題 我也滿期待蔡總統 到時候要去的時候 看是補真還是特別通行 他是總統 各位網友 你不是 你不要誤會 我們都不是 他能去 你不一定能去 10月1號開始 去日本的話 就算你有台灣疫苗接種的小黃卡 日本也不認 沒有用 請導播直接給我們下一張 1之1的部分 對 因為這個是放寬 就是邊境防疫措施 你可以縮短4天的隔離時間 如果你有打過輝瑞 莫德納 還有AZ疫苗的話 可以 台灣你說我們也很多人打 問題是他不認你 台灣的這張小黃卡 你接種過所有疫苗 管你是國際疫苗 國產疫苗 他通通不認 因為他就是不承認 台灣是安全的地區 這個是他們後生勞動省公布的 他們會承認 接種疫苗的國家或地區 在亞洲的部分 你看過來看過去 前後後 你看到越南 香港 馬來西亞 你就是看不到台灣 台灣不在上面 所以這個部分有網友 到謝長廷 駐事大使 謝長廷的臉書下面去留言詢問了 他說這個部分 請大使大使館的同仁了解一下 謝長廷就說認了 他承認他說有查 台灣沒有發行疫苗接種護照 他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是講疫苗證書 說台灣沒有疫苗證書 後來他改了 改了說因為我們有那小黃卡 他改了他說是台灣沒有發行 疫苗接種護照 問題是他這樣一講 我就開始覺得說 你是不是又在混淆視聽 有一點點你在混淆大家 是覺得說你因為沒有疫苗護照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台灣才會不在上面 可是這個台灣落榜是事實 對不對 對 我不知道他這個說法 會讓我想到孫昌當時說美國 說美國不是針對台灣 這個話題我跟大家報告 台灣此刻落榜是事實 此刻為什麼 因為我們小黃卡 是我們自己小黃卡 可是你一個小黃卡 你要叫日本的移民官 他對得清楚嗎 這個是賴香琳女士 到底他怎麼去認證 這是你的卡 黃卡上面沒有照片 就是說 對 就像我們今天 我們有駕照去日本可以使用 可是你一定要有一張 去監力所去換的 那個國際駕照的日本翻譯本 它裡面要把你的駕照跟人 對起來有個日本 他才看得懂 你不能要求日本的移民官 跟日本的交通警察看得懂 所以我相信這個是會被解決 可是此刻還沒 所以我剛剛講那一題 跟這題連結了 與其花時間跟大家講 高端有多棒 你應該要去想辦法 讓已經打多少人 我跟大家再講一次 目前打AZ台灣 766萬 9728人 700多萬人 760萬人打過AZ 莫德納344萬 BNT已經打了97萬了 都是學生 所以加起來 這已經超過1000萬人了 1000萬人的權益重要 還是70萬人的權益重要 我不是講70萬人不重要 放生不是 而是這些打過國際疫苗的人 現在因為日本根本來不及認證我們 所以IATA早在去年 就已經推出了一個APP 就是所謂的疫苗護照 這個我在去年跟千惠講很久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 這疫苗護照到時候會是什麼 我甚至取了一個簡單 叫Green code怎麼樣之類的 對不對 就是說那一定 未來你就要有疫苗 或是他能走遍世界 你黃黃漢就很懂 不是 因為我過去去非洲採訪的時候 就一定要去打黃熱病 他在入出境的時候 你到非洲各個國家 你一定要有黃熱病的接種證明 你要同時出事 所以這是那樣的概念 因為黃熱病的疫苗打過以後 他是本來是10年 現在變終身 所以他就會認證你沒打過 虐疾的還有相關的疾病 我就不讓你入境 就這麼簡單 所以現在COVID那些也一樣 人家所使用的認證 到時候會趨於統一 它可能會是一個COVID 或是一個什麼東西 你要趕快跟進 所以陳松部長 應該趕快去想辦法 讓我們台灣打過兩劑 而且有出國需求的人 得到能夠自由活動 不被限制 不用到那個國家 還要被隔離14天 這比某一種疫苗 現在有沒有增加打的人數 來得更重要 而且如果因為這樣 這一款疫苗 也跟上了這個疫苗護照 他也被認證了 自然就會有人去打了 他就會變成是我剛剛講 70可能就變100 就變200 但你沒有的話 那就不會去選擇 所以我再講一次 超過1000萬人 在台灣已經打過了 三款的國際疫苗 AZ莫德納跟BNT 這1000萬人之後的權益 現在是2021年了 不要等到2022 我們還沒辦法接上 國際的疫苗認證護照 因為此刻我們都往前看 過去的一年多 我們都沒有出國 可是到2022年 甚至到2023年的時候 你開始要恢復國際的活動的時候 我們不要再落後了